大家好,我是小编,记得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你是否听过一只榴莲顶三只母鸡? 这意味着榴莲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浓郁的香气也非常吸引人 因此很多人都非常爱吃榴莲 不过榴莲中含有独特的硫元素 这种元素会跟很多食物产生反应 对人体造成很大的伤害 所以榴莲跟很多食物是不能够一起使用的 榴莲跟酒一样都是热气的食物 这两种食物绝对不能同时使用 曾经就有过很多起案件 同时使用榴莲和酒导致死亡 所以我们一定要非常注意 而且患有糖尿病的人更要特别注意 如果将酒和榴莲同时使用 还会导致血管堵塞 严重会出现中风甚至暴血管的情况 再来榴莲不能和燥热的肉食同时使用 比如牛肉羊肉狗肉海鲜等等 跟这些肉食一起使用就很容易上火 导致发炎或者引发其他疾病 三就是榴莲不能够和螃蟹同时使用 因为两者一起使用 很容易导致严重的胃部补适 胃不好的人千万绝对不可以这样使用 再来就是榴莲不能和咖啡因一起使用 榴莲跟牛咖啡很容易出现在你的冰箱里 让你忍不住喝口咖啡后 还想要吃榴莲来解解蝉 但是你是否知道 吃榴莲后喝你咖啡 毒性超过眼镜蛇 这个说法听起来很吓人 但是却是存在的 原因是咖啡含有咖啡因 榴莲一旦跟含有咖啡因的食物一起同时使用 就会导致过多的咖啡因中毒 使血压飙升 引发心脏病猝死的情况 如果大家不小心使用了含有咖啡因的食物 和榴莲之后出现胃部不适的症状 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你一定要立即到医院就诊 避免严重后果的发生 最后就是榴莲和茄子 也是不要同时使用的 茄子加榴莲就是油锅上加火 一起使用会很容易上火 对身体危害是非常大的 小编在这里提醒大家 榴莲属于热性食物 一次千万不要吃太多 吃太多就很容易导致上火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不要点击订阅韩赞咯 我们明晚见